哈喽大家好我是浪显 假如你不小心 成了口感职场局的女主 那么会发生啥呢 很多人觉得会很爽 但是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好 虽然在人生目标 你直接选择上 你就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合影4164 别你说我是独立都市女白领 但无论我是谁又正的 我学了什么 我有多厉害 最终都会成为男主的私人助理 如果你是刚毕业的 我从来的职业梦想之 我觉得这个行业好感兴趣 但其实是因为 我喜欢的学长喜欢这个 所以我学了我毕业了 我进入公司跟他接近了 成为他的私人助理 如果不需要大工 赐个付加千金 那不好意思 近期的富二代志 我得指望是 突然暴斃公司颇散 我千载无数 千万被男主遇到 就让他公司大工 成为他的私人助理 如果你一家有了工作 还不是男主公司 那就是 女人你成功信任我的最努力质 而老板的合作伙伴是男主 所以老板派我跟他合作 这我还是成为男主的私人助理 如果你都不是 那又简单了 实际剧本 量子职场学制 我在什么行业上班 主要看 男主是什么公司的八种 反正说出同归 共产职场剧 都市独立女白领 最终都会成为 男主的私人助理 在助理房子上也差不多 合言实际上就是 猪豪宅 大学刚毕业的 窝聚的求学生制 我每天早上 从120片的温室小洋房 眺望窗外的东方明珠 迎来135度滑过嘴角 感慨收获真的好艰难 已经上班的 有限6000女白领的 结局输房制 量子一厅装饰文心 交通方便 带到客厅 羊毛地毯 电视高清 平行地铁 在市中心 吃饭 没有简单很多了 炙热方便面 与炙热火锅 至于化妆和大半 那其实也很简单 主要分别全自动 以及人工智能 全自动就是 我的透明化妆师 无论我是早上起来 还是落水刚露脸 反正就自动化妆了 人工智能就是 我入闺蜜失恋了 很伤心 在我面前哭得眼睛肿了 我安慰他说 这关演说真的好好用 你试一试可以消肿呢 男主愿意工作压力很大 一晚上没睡 我非常体切地安慰说 这段面目 可以提亮肤色哟 总体核心的思想流失 虽然跟剧情没较关系 但是为了支付广告 我都不知道自己再说个稀罢 接下来就精彩地 资产生活了 和你思路呢 其实就一个 女人 你成功性能 无我的注意力 如果是还没见面 善良的女组织 满大街的少年老台 跟夫妇主战的孩子 笑声呼吸的病人 于是我路见不平 把他相助 男主看着觉得 现在还有这种善良的人啊 如果是第一次见面 大说明的日常之 男主买咖啡 我撞他 男主实惊不美 我问他是小偷 男主路见不平 我打他 男主跟女生在一起 我觉得他是渣男 后来发现 都是误会 男主觉得 女人 有意思 如花已经出纸 素质上之 我猜的公司CEO之 领导说话 我打岔 领导决筹我反对 领导做事我质疑 领导批评 我回怼 后来发现都是误会 领导觉得 女人 有点意思 想要体验能力呢 也有办法 公司业务装的难题之 我帮助了客户的爹 不愿合作 难搞客户之 跟周伟随为主堵截 帮助公司解决危机之 或者填购门 发现对手公司的漏洞之 我在门外意外听到他的计划 识破骗子公司的先进之 我在地上看到他们的 核心财务包表 基本上上面这些 就是你啊 成为国产职商剧女主 能体验到的生活 你现在还觉得很美好吗 看完当然可能会觉得 哎呀 这简直太傻了 哎 以上所有的剧情 在国产职商剧里 都能找到原型 这是最可怕的 所以你看现在大部分的 国产职商剧 这个女主几乎都是 一个模板刻出来的 喊口号没能力 不独立智商低 当然愚蠢的三两 我觉得奇怪了 三两不是基本书一样吗 为什么国产职商剧 女主的忍设 都是能力不形爱扎乎 当然靠男人靠运气 靠三两 结果所谓问题呢 就不能是 像生活中 智商女生一样 就是叫她实际 靠能力 解决问题吧 后面呢 我也再说一期 如果你在国产职里 谈恋爱会成了场景 我在白希 再见